好TVBS團隊持續在嵩山機場 為您掌握到最新消息 就在稍早的時候 美國參眾議員 他們的訪談刑是已經正式落幕了 那麼當然在這一次訪談刑 為什麼大家這麼備受關注 就是因為時機點非常的敏感 因為剛好是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他前腳踩走不過12天的時間 那麼後續當然也引發了 包含像是中共解放軍的一些軍演 圍台軍演或者是一些制裁等等的 不過這個軍演也才說任務結束 那麼馬上這些議員們又來了 那麼當然在這一次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這個起飛的時間 也比預定的時間是晚了一些些 因為原本預定是在下午的 一點半左右就會離開了 但是最後是延到這個 大約是3點40分左右 這個班機才正式的起飛 那當然這一次在整個訪團當中 他們的行程是非常緊湊的 而透過畫面上您看到的 這一次還有個特別的 就是他們搭乘的 就是美國的軍機 這個當然意義上也不太一樣 因為過去不管是在疫情前後 這個議員來訪通常都是使用專機 或者有些人可能會搭乘民航的方式 但是這一次是直接派這個軍機 而且直接就降落在我們的松山機場了 當然我們現在也帶你來看到是這一次 整個美國的參眾議員 他們來訪的時間 包含了是有5名的參眾議員 其中這個像是 諾文塔爾加拉門迪還有就是拜爾 另外大家最關注的 就是一名參議員他叫做馬基 因為過去他曾經針對台灣關係法的投票當中 他是投下同意票的 那他現在也是美國的國會當中 少數還在任 但是當時是對台灣關係法 投下同意票的一個議員 所以也被視作是這個立場比較有台的 那另外還有是兩個顧問 以及三個軍官等人 他們是搭乘這一架軍機了 那在今天其實行程也是非常的緊湊 因為包含了早上的時候 先見了總統蔡英文 隨即又到了立法院來進行訪問 而在中午的時候 他們是到了台北賓館來這個進行一些午夜 與會的包含外交部長吳釗燮 以及經濟部等人 那大家當然很關注是 這個未來會影響到我們什麼呢 尤其在今天看到他們 都是拜會這個外交國防的委員會 所以他們的背景也都和這個 幾乎是有關係的 所以大家很好奇 會不會在軍購案上 有更新的一步進展 這個我們也都會持續的為您來掌握 以上是現場掌握的最新情形 新主播